三十六计 第五计 趁火打劫 战力 一 春秋时期 吴国和越国互相争夺霸主地位 经常发生战争 经过长期的战争后 越国最终被吴国打败 只得俯首称臣 越王勾剑被吴国软禁起来 失去了人身自由 勾剑立志要复国报仇血恨 他每天睡觉都睡在柴草上 吃饭前都要尝一尝苦胆 激励自己的斗志 不要忘记王国的耻辱 但是 表面上 他却千方百计地讨好吴国国君夫差 终于得到了吴王夫差的信任 被放回了越国 越王勾剑回国之后 对吴国俯首称臣 年年向吴国进献金银财宝 这就是吴王夫差对他失去了警惕 同时 他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 他亲自去慰问在战争中战死的士兵的家属 对农民免税等 几年后 越国国力大大增强 国家富裕 人心稳定 而吴王夫差却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被越王勾剑的假象所迷惑 根本不把越国放在眼里 他变得十分骄傲 不听劝告 偏听谗言 还杀了著名的将领吴子虚 重用奸臣 生活奢侈糜烂 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 搞得人民十分贫穷 国家财政紧张 公元前473年 吴国颗粒无授 人民怨声载道 可是吴王夫差还和中原各路诸侯在黄池会蒙 吴王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 将主力部队都一并带上 吴国国内空虚 越王勾剑见时机已到 对吴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此时 吴国国内已经没有足够的军力来抵抗 很快 吴国就被越国攻破而灭亡了 二 努尔哈赤和黄太极都早就有入主中原的打算 可是 直到去世时都未能如愿 顺治继位的时候 才七岁 朝廷由摄政王多尔滚掌权 多尔滚对中原也早就有攻占的意图 他立志完成父亲和兄长的遗愿 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明朝的一举一动 等待时机 明朝末年 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崇祯皇帝虽然也想振兴国家 可是 却由于猜疑心太重 总怀疑别人对他不忠 又偏听小人的禁言 贤臣良将根本就不能在朝廷上立足 他一连更换了十几个宰相 又杀了名将袁崇焕 他的周围都是些奸邪小人 明朝危在旦夕 公元1644年 农民起义军将领李兹成 率领起义军一举攻占了京城 建立了大顺王朝 可惜 农民军进京之后还未站稳脚跟 首领们的生活便开始腐化堕落起来 明朝名将吴三桂本来是一个势力小人 他看到明朝大势已去 李兹成占领了京城自立为王 想投奔李兹成 巩固自己的实力 但是 李兹成胜利之后 变得骄傲自大起来 根本就不把吴三桂看在眼里 不但抄了他的家 扣押了他的父亲 还卤了他的爱妾陈媛媛 这一来 吴三桂冲冠一怒魏红颜 干脆就投靠满亲 想借清兵实力消灭李兹成 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 多尔滚听到这个消息 欣喜若狂 认为入主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 可以实现多年的愿望了 趁着中原仍然战火不断 李兹成的江山还没坐稳 多尔滚迅速联合吴三桂的部队 进入山海关 结果 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打到京城 赶走了李兹成 奠定了满清占领中原的基础 解析 趁火打劫 原意是趁别人家里失火 一片混乱 什么都顾不上的时候 去抢人家的东西 隐身为趁别人处于危难的时候 侵犯别人的权益 趁火打劫用在军事上 是指当敌人遇到麻烦或危难的时候 向敌人发起进攻 而达到制服敌人的目的 上面的第一个战例中 岳王勾建利用趁火打劫的计策 趁吴国民不聊生 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 带走主义军国内空虚之时 一举攻下吴国 第二个战例中 多尔滚趁着明朝末年 民不聊生 李自成占领京城 江山没坐稳 吴三桂与李自成产生矛盾 投靠自己这一系列 有利于自己的时机 对中原发起进攻 从而很快取得了胜利